我们掌声鼓励邀请台中的淑娟 然后打开麦克风来跟大家做超码的心得分享 我们欢迎淑娟 好 非常感恩任德学长的一个介绍 我是来自台中的淑娟 首先我要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还有感恩运营长 感恩任德哥以及子方姐的一个邀约 那今天听的这两首《密之音》跟吉祥光 这里面的一个字字句句 我都觉得说真的都是导师跟天地 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以及提点 那很开心哦 今天淑娟可以在周一晚上 在高雄天园教室线上圆满圆生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得感悟 那在8月27、28号的我们天远无画的大启士 靓丽人生精彩无限 才刚落幕 那真的非常感恩导师跟运营长 用马步停蹄来举办11月13号的实修研究课程 以及2月11号12号的珍惜爱为你注标幸福记号 哇这真的每一堂课我都觉得说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需要 而且在淑娟在学习超码的一段时间 我就渐渐领悟到说 不是导师喜欢办这么多的一个活动 也不是超码是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超码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生命的明灯 而且需要一个导师的一个引导 引导着我们大家前往这个信誉圆满的一个道路 而且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一个灵命成长 那首先在超码学习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那我就发觉到说真的胜过于我过往的一个四十年的一个学习 不管是在智慧各方面 我就觉得说真的在我们要学习真的太多了 那导师在我们总裁课程也提到说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那就是想要先构正一下刚刚就是这几段 刚好有讲到这个食物的方面 你也是为天 那还有后面有谈到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这个导师著作的第二本 超级健康密码这本书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也是健康工具书 那之前我在还没学习超级生命密码之前 因为我有看过一本 这个身体密码 这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书了 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我们的身体跟心理中间的一个对应 那那时候我就其实蛮仰赖那一本书的 因为每当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那我就会去翻当时候的那一本工具书 那就想说比如说胃痛 我可能就对应我的心理的状况 是怎么样出现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我便秘的状况可能是情绪引发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那时候非常的依赖那一本书 可是在当我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 以及读了超级健康密码 这一本书我真的觉得导师真的太厉害了 这真的是一本就是宇宙健康科技一个学 就是一个学问这样子 那中间我就有发现到这个排毒养生的第一点 就谈到了这个肠道排毒 那以前淑娟在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工作压力 科业压力各方面 就是觉得压力都很大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长久以来 这个三餐也不正常 那水分啊水果啊各方面的摄取 真的也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就就是各方面的一个因缘具足 所以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便秘问题 那那时候刚好很流行 在诊所有这个大肠水疗 所以那时候我就花了大把的一个银子 去做这个大肠水疗 那水染就是他那时候一次大概是 好像是1500到2500 那就是由诊所的护理人员来帮我们 做这个大肠水疗 那是用温水灌场 那在一个疗程这样下来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那时候觉得说 我便秘那么严重 那我就非常寄托于这个疗程 应该会带来给我 比较大的一个注意 甚至可能会 就是让我的便秘转好这样 可是后来真的 事与愿违 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 这么的这么的有效 然后在做完一个疗程 花了几万块的一个疗程之后呢 那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半工半读 那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金钱可以投入在这个疗程上面 那后来我就是在看其他的中医啊 洗衣的这个便利率的一个治疗这样 那后来再就是在看到这个肠道排毒 那我就想说 我也想来试试看 可是那时候啊 其实我书都已经卖了哦 就是新谷红石医师 他是那个大肠职肠医师 那他也出了好几本这个有关于这个肠道排毒的这个这方面的书籍 那好几本书我都买了 也阅读了 但是呢 我就一直突破不了这个自己心里的这一关 所以迟迟一直没有办法自己去执行 那直到呢 有一次来到美国团的这个机缘 然后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导师的一个皮肤的状况 那我就相当的惊艳说 真的很好奇耶 就是我就试问了导师说 诶导师为什么你的皮肤会这么的晶莹剔透这样子 然后我还就是开了导师晚上说 诶是不是擦了SK2啊 然后我就觉得诶 对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我还没有看过皮肤这么好的一个一个肤质这样 那导师啊就回答我的简洁有力 就说呃就是做咖啡灌肠吧 也就是我们的肠道排毒 那回来之后啊 诶我就非常的有动力哦 然后就请教一些家人们啊 就是有做过这个肠道排毒的家人们 那就是询问了之后 我马上呢就执行了这个动作 诶真的就是不做不知道哦 你真的你做了之后 试了之后你真的会吓一跳说 诶怎么我们肠道是这么的 就是有这么多东西 不应该在里面的都在里面 而且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真的这种呃味道哦就是这个连自己都很不能接受 这样子何况是身体 那再有一次啊就听到呃一个学员的分享 他说呃我们这个肠胃道啊也是呃就是有一些枢纽的那其中有一个枢纽呢 就是对应我们的灵魂记忆体的这个这个位置 然后诶我在其他的书本上啊也有读到说这个肠道的一个 你你你只要把他清空啊把他排干净呢 其实他是对应到这个呃情绪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啊在我做完之后我就想说哦难怪我每次在做完咖啡排毒就觉得整个 神清气爽的然后整个整个人都好像快要飞扬了起来 那如果是在早上的时候做呢 哎我就会觉得说啊一天都觉得这个未来是有希望的这个 就是我未来是看得到曙光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得倒我的 有这种动力哦 那有时候呢我在晚上睡前做呢 哎我就做完之后就觉得可以进入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睡眠状态哦 而且像过往啊就是淑娟是呃很容易做梦 而且这个梦境啊经常就是很像连续剧一样 就是就是就是一直做 然后在不好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梦境下一直循环着 那那在做完这个这个咖啡排毒之后啊 哎竟然发现说这个梦境的一个状况好像也减少了 然后还有就再加上这个呃就是我们天员有那个睡衣 对然后再穿上睡衣之后 哎我真的觉得说好像有一道这个光的一个保护力 然后就让我晚上啊都睡得非常的安稳 所以非常感恩呃就是呃太阳盛德导师呢在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给我们了这么多的一个方法 以及这个配备 然后也给我们很多像现在有那个天员小铺啊 有很多这个食物啊哎真的这些食物啊不敢是呃这个 就是料理方面而且很方便耶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想煮或者是来不及煮 然后呃天员小铺的这个呃像麻婆豆腐啊或者是像关东煮啊 哎呦我竟然我就是很简单的可能炒个菜或者是呃在整个煮个这个这个天员小铺的东西 哎呦我马上哦就我就是解决掉一场了这样子哦 那这个营养也各方面也都很丰富 那以上呢这个是就是我对呃肠道排毒的一个分享 那所以啊就是还蛮呃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或者是说你没办法突破自己的心房哦 真的就是去做就对了 在你还没做之前啊你就是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 或者是呃有一万个想法都想着不好的一个负面方面去去发展 那可是其实啊这个就很简单 那就按照着导师书上的一个做法 你去做了之后才知道说哦真的可以如此的简单就达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那那另外啊我就是想分享一下说在这一次八二七八二八的一个课程啊 呃在之前我在购票之后呢 呃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先购票了在第一次优惠之前 那没想到哦在购票之后那我就是每一年啊我都会呃上这个高山去露营 那那这一次也是啊就是我就呃自己开车上去高山这样 然后呢哎没想到就因为这样呃购票的一个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为自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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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悬崖旁边的护栏 那真的还蛮大力的 那我就真的很害怕 因为太大力 然后连我儿子在旁边都下起床了 那而且后面其实是跟着一辆来车 那我就心想说不妙的撞了这么大力 那当然后来我就赶快马上回正了 那还好对面也没有来车 那几乎因为那个都是单行道这样 那我就在想说 我出门之前才把我整台车整理好 那花了为数不少的一笔费用 那如果说这一次出来 然后又撞得怎么样 那回去就不知道跟先生怎么交代 那没想到就是到达目的地之后 我就下车查看 竟然很神奇 真的毫发无伤 连那个擦痕都没有 那连我儿子都觉得说 这不可能 因为撞了蛮大一下 而且就知道说这个车身真的是有撞了蛮大一下 这样子就是有擦装过去 那真的就是非常感恩天地 然后还有太阳的祝福 因为我在路上 一路上都有天原能量级的一个陪伴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一直跟太阳公公 就是跟他打招呼 跟他问候 也跟他聊天这样 那我想这个真的都是光的一个祝福 那在8月7月828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那我又收到另外一个礼物 那真的就是我们生命 就是前观情观生死观 那这个嗟官也是生死观的一环 那活动一结束 那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在应该是在 可能是在八月底 或者是九月初 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这个轮胎就被铁钉刺到 那刺到它没有马上破 可是在九月初有一天早上 我有一个志工服务 那其实我那一天 前一天晚上 我的身体已经是非常的不舒服了 那在一大早 我原本我就很想要取消这个行程 可是有一位草马家人 他很早就在我家门口等着我 所以我就真的硬着头皮说 就跟那个草马家人说 你等我一下 我先做个心法 那也没想到说 我在做完短暂的一个心法之后 我的身体就有了好转 那时候我真的心里有一种感受 就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天地都知道 我们真的是 就是合于天心为天地做事 那到了这个会场之后 那原本就是在现场的人员 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要很早以前就要开始找车位了 因为已经有人等了一个小时的车位 都还在找车位 可是在我们这样去了 就是活动现场的附近 没想到我马上就找到一个车位 这个我想在超马的世界里 这个能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可是真的真实的存在 那也真的都是非常感恩 就是太阳公公的一个祝福 那在这忙完一整天的志工服务之后 我也平安回到家 可是没想到 在隔天竟然就发现 这个轮胎竟然已经破掉了 那就是在前一天 我就是开了 我想应该有两个多小时 在快速道路的路上 竟然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 然后安全的上下这个快速道路 那真的这一切都是要感恩天地 那真的没有天地 一切何来疯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说 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这个冥冥之中 你看天地已经为我拨转了 前后已经是两次 就光今年就两次的一个车关 那我想这两次的车关 其实我觉得原本应该都是要 可能是很严重的 那没想到就是可以这样子 大事画小事 真的也画五 所以导师在经常提醒着 我们说我们要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那在平常时 真的我们再有机会 可以做这个财师法师无谓师的时候 可以累积我们这个得资量的时候 真的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的一个机会 那在书上也有谈到说 现在现今这个环境 真的积累的质量就是我们当下的当务之急 真的一切都是要非常感恩导师 非常感恩天地 以及感恩太阳公公 就是一切的一个护法神 那以上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首先就分享到这里 那非常感恩 就是各位的一个聆听 好感恩大家